哎唷 鳥事記 天天烏心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曲折羅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布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3點位 6點鐘方向的Riper 選擇了曲折羅 曲折羅開局就會有兩個素蟲 而且他的騎兵單位的額外增傷非常多 不管是出閃避馬或是駱駝 都是非常難產 後期甚至有大洛 那這些騎兵單位還可以再搭配 這個薩地利科技減少了非常多的肉量 爆出大量騎兵 對曲折羅人來說是相當輕鬆的一個文明 但曲折羅人最大問題 就是槍並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遇到對方的遊俠的時候 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駱駝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特色是他每點個科技史 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他的垃圾兵是全滿的 三攻三防全都有 但是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弓兵部分沒有辦法升到弩兵 弓箭時代弩兵 弓兵不要按太多會比較好 撐爆時代打西班牙征服者 第五黃時代 就可以考慮走遊俠配大陸馬槍兵 還有或者火槍火炮的一個搭配組合 或是森旅戰 都是很適合西班牙人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YO這邊地圖看起來好像也是很難為 OK這就是阿拉伯的正常發揮 這個地圖都是超級大超級難為的那種地圖類型 好那開局這個木頭也是開在了偏外面的位置 居然不是開這個位置 也不是開這裡 反正是開了外側 地圖看起來是痛苦等級的 非常痛苦的那種 那接下來看一下Viper Viper這邊地圖看起來還可以 果子跟黃金都可以在木頭圍一下 就可以圍死的部分 跟YO比起來 Viper的地圖算是很好圍的 那YO這邊要大圍的話超有可能 守得比較輕鬆喔 好 好 那現在 Viper 他這裡可以把這些 馴服的動物 放到這個魔方裡面 好開局直接敲一個魔法 馬上把這些羊駝丟進來吃喔 那這樣子就可以食物慢慢增長 把這個羊奶 羊駝奶 喝好喝滿 這是一個 擠奶文明 這個奶能擠得越久是越好 那好像有做過一個統計喔 八隻羊要到25分鐘至30分鐘左右 就可以讓這個 羊肉給回本了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中期 那帝王時代初期左右 屈酒如人的肉量會有明顯的優勢 甚至點下薩蒂麗之後 會非常可怕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兩邊已經點了織布技術 YO沒有去偷織布 Viper這裡也沒有 兩邊打的都是一個比較安心 升級的方法 Viper這邊補下了新的伐木場 現在是雙伐木場 那接下來 YO應該是會走肉馬開局 那Viper這邊有駱駝 刺猴的關係 所以就算YO出肉馬 也有可能會被Viper追著打 通常到這個情況 YO可能還是要補一些槍兵 試著戳戳看 看能不能戳到 Viper的駱駝刺猴才行 OK 屈酒如人 Viper 點下了馬就 YO 這裡也是 點下了馬就 槍兵還沒有補 好 這裡先點了一個赤猴 點了一擊農田之後 補下了槍兵 Viper這邊也是一農的木 點下之後點槍兵了 好 赤猴開始追肉馬 可瞞法 哇哇哇哇哇 後面這個槍兵有點慢來 好 成功戳到一下 這個駱駝快要半血了 好 那現在YO 趕快要按更多肉馬 先聚集一下 槍兵的部分要再考慮要不要再補一些 補到兩到三隻 可能會比較穩定 因為這邊的位置也很危險 村民可能會被單抓 槍兵還是要先守住這個位置 直接戳 想要戳掉肉馬 但是先戳了駱駝 把駱駝戳掉之後 VIPER直接硬吃兩春 YO這邊血虧 開局減二 好 這邊還被VIPER的槍兵戳到了一下 這邊YO也要來硬試交換一下 這邊按了一隻赤猴駱駝出來 VIPER這個文明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封建時代 有駱駝可以用啊 好 駱駝把肉馬給B退回去 好 這邊一個高打第一 想要反擊駱駝 這確實有料 好 駱駝直接被肉馬給砍死了 現在駱駝又倒地了一隻 VIPER有要再繼續補嗎 補駱駝騎兵 好 但這邊直接轉射箭場了 轉弓兵 好 這邊肉馬再繼續拉 VIPER肉馬 放手在家裡 槍兵就去追逐 好 上面有村民被打 稍微反擊一下 好 農田已經來到了15片田 這裡點下了一弓 結果槍兵被秒殺 哇唷 這裡沒有點攻防 卻把VIPER的肉馬打到頭破血流 這邊弓兵也倒地 更多的肉馬過來打架 哇 這邊有點慘烈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再不出駱駝刺齁 這個肉馬數量有點多啊 哇唷 這個肉馬量 似乎是沒有打算要升10代了 好 回頭打一下 摸了20滴血 VIPER這一波 嚇得有點小小的受傷 好 原工兵現在成型 還要需要更多的槍兵才行啊 好 那這邊兩坨 兩個刺猴 駱駝刺猴加上三隻槍兵 好 防守三隻工兵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工兵過來 嘗試點槍兵 這一波 會開打喔 要拉臭兵來打架了嗎 想要直接開打 槍兵先往後 點掉了後面的槍兵 好 臭兵再拉過來打架 這一波會直接硬吃 槍兵趕快集火搓肉馬 OK 把肉馬全部搓完 VIPER這邊就賺了 OK 再搓 繼續搓 趴一下 好 這個肉馬有點殘血 但是槍兵跟駱駝全部倒光 接下來這三隻工兵應該可以靠肉馬 直接硬吃 吃掉 好 但是這個工兵拉達打得很漂亮啊 直接把肉馬全部搞定 結果VIPER這三隻工兵沒有空 又後面再補兵過來 哇 很可惜 不然待會 可能又可以再抓個一村 三隻工兵射倒了一村 肉馬追了過來 槍兵過來支援 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哇唷 現在有點尷尬 沒有射箭場 這裡工兵有點難解決 而且槍兵又過來保護弓箭手了 好 看能不能抓到殘血村民 剩一滴沒拿下 可惜了 這個箭塔也被蓋起來 結果有一隻弓箭手被射倒 好 村民直接過來手撕一下 好 手撕槍兵 應該沒問題 槍兵要被箭塔給打掉了 OK 終於可以把這些工具手給解決掉 好 但YO依舊守得還是很不錯 村民只減了一村 這一把 這個 村民的血量真是有點慘啊 好 那VIPER點下了 城堡時代升級 還有兩分鐘 YO這邊也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時代升級的時間差不多 好 左邊補了一個市集 YO這邊要來挖石頭 轉西辦遮伏者的樣子 那VIPER這邊可能會繼續走駱駝 加上戰毛兵的路線 或是直接升奴兵 但驅逐弱人 奴兵是沒有辦法升到強弩的 所以待會轉西呢 城堡時代攻兵 可能是稍微出一些給壓力 好 升到了城堡時代 YO 點下了一級挖金挖石 這樣挖金速度就沒問題 TC要先開還是要先補城堡呢 好 決定先補城堡 城堡補在家裡 那VIPER現在有攻兵上的數量優勢 好 現在軍力上來說 VIPER非常可怕 1.8K的兵力 對上YO80食物單位的 這個肉馬 軍事價值喔 就可以從這邊看出來了 哇 現在VIPER的軍事非常強大 弓兵銜接駱駝變身 不管你是要出騎士阿 或者是你要打工兵 有可能被壓制住 但是西班牙人也沒有工兵喔 好 西班牙人 這邊是轉了西班牙人征服者 開始射射火槍 好 但這個射程有點短 好 趕快偷點 好 盡可能的輸出 點掉了一隻駱駝 但這個房子要被打破 後面的傳教室 要不要來招響一下呢 這隻手有點短 不太敢招響 只有7點射程而已 好 這裡打破進來了 嘗試招一下 攻兵上去 點掉傳教室有機會嗎 沒有 沒有燈到血也點不到 駱駝往前給壓力 這裡 傳教室在往後拉 城堡射程射倒了一隻駱駝 這裡直接硬吃 但是駱駝騎兵直接吃掉了傳教室 這隻屢死的不冤 好 後方 轉了一些閃閉碼 閃閉碼就可以來閃躲一下 西班牙人的火槍子彈 好 外陪點下了工兵 彈道學 那這邊開始轉毛兵囉 後來工兵還是有點太昂貴 但是Viper現在不缺黃金 黃金稍微有點爆亮 好 這一村有點難拿 這裡可能還是要盡可能的 躲掉這些子彈傷害才行 但是YO貼得很近 想要把這些工具手全拿下 好 又射倒了一隻 現在有彈道學 一定要收光才行 直接硬點 傳教室再一發拿下 哇靠 又撿了一百斤 YO這一波有點炸裂 資源量已經落後2500 是2500嗎 我有看錯嗎 好像真的是2500左右的資源 好 Viper家裡補下了戰毛兵 是要來直接防守 YO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壓力 好 這兩隻工兵 終於被解決掉 好 閃兵毛這邊抓到殘血了 Viper太狠了 這樣也能抓得到 那Viper這邊最好是要趕快開TC了 這裡再不開TC的話 可能會讓YO直接濃起來 待會也要看一下 Viper要不要開個TC在外圍的部分 像在這個位置 或這個位置 都可以開一下 或這個位置也行 好 家裡有戰毛兵 擋西針還不錯 甚至這裡還有閃避嘛 好 決定是要開在左邊的黃金礦的位置 那現在兩邊都是雙TC 邊打邊濃 應該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YO這邊也可以轉型喔 這邊可以直接挺騎士 然後直接雙TC速帝王 巨頭開拆 這個路線也是有的 但這裡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剛剛一度有五百多了喔 還以為YO是想要來打這個雙TC速帝 巨頭開拆 直接B站喔 好 但這邊村民一直被 閃避瑪打到頭部醒喔 閃避瑪被打了出來 這裡閃避瑪打村民傷害非常痛啊 好 這隻閃避瑪被找走了 沒辦法 好 西班牙征服者現在不敢過去幫忙 那如果不去幫忙 那個西貞就要趕快出門才行啊 要讓viper 家裡沒有辦法這麼好過才行 自己難過也不能讓對方太好過 好 這裡閃避瑪 繼續找洞磚 但是找到 好 拉了一隻僧侶過來 好 YO 也轉出了一些騎士 閃避瑪被招一隻滿血的 好 高打第一 收閃避瑪 好 再來一隻 再招翔 又要招到滿血的閃避瑪了 完蛋 viper 兩隻閃避瑪被招掉 好 再來用這邊血多的閃避瑪來敲掉 好 結果YO正面直接突破了 viper的防線 這裡正面有非常多駱駝騎兵都被搞定 YO的手術真的是快啊 家裡遭翔 正面火槍射穿了viper 好 但有戰毛兵 擋住 但是YO這坨火槍沒有辦法打到一點東西 右邊又來了 這裡沒有普箭塔 分明要不要先撤呢 好 仔細先點掉僧侶 攻兵先稍微反擊 現在駱駝 僧侶出來 要被點掉嗎 完蛋 還是被狙發了 好 現在新增數量可以一發一隻駱駝 哇靠 好痛 好痛 viper這邊開始有點難受了 C鎮的數量有點多啊 現在甚至還有閃避馬 加騎士的路線 好 那現在兵力 是往前走 但看到工程器製造所 選擇往後撤 不然再往前走就要被頭車砸了 而且家裡現在完全擋不住 YO這一坨Cbound征服者 難受了viper VTC抓掉兩隻 後面頭毛 再抓一隻西班征服者 再兩頭騎士 沒有打算要回頭 這裡viper的細節 就是把駱駝騎兵 一直放在戰毛兵的後面 你的騎士趕過來 或者駱駝就趕往前 好 後面又補了一個馬舟 現在兵力混搭 有工兵 也有戰毛兵 好 甚至還打了一個多線 右邊有一隻僧侶也被打倒 好 這個西針成功的搞定 哎喲 頭車直接硬扛 好 這裡要不要先回頭打下頭車 好 兩隻西班征服者還在追 左邊這邊再過來 但是被viper的頭馬直接抓掉了 四隻吸針 這裡吸針數量炸裂 viper這波防守打得好 右邊擋住 左邊也擋住 YO本來想要來個左右開攻 但是變成讓viper 左右防守都成功 好 viper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YO這邊西班征服者還在努力 開槍防守反擊當中 好 僧侶殘血活了下來 繼續跑 把所有的子彈都打在僧侶身上 但僧侶有移動 其實都沒有被射倒 反而是自己的西班征服者的數量越來越少 好 最後的西班征服者跟騎士 靠了這一坨戰毛兵跟工兵搞定了 左邊的部隊已經全面擊潰 YO現在解下了帝王時代 這個速度還是有點快的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城堡 目前臭米粗 viper還是佔實力先 還領先了3600 這個資源有點多 哇 這個聖屋 來我擊搬回去 好 上方的戰毛兵抓到兩村 viper這邊偷村 偷的防無聖防 YO這邊有大動作囉 這邊要來蓋城堡 好 看到這邊工兵雖然有點太多 決定把城堡蓋在中間的位置 這一坨戰毛兵過來 要來一起打了嗎 但後方兩台駝士車 這一波很關鍵 YO應該要先把右邊這一坨工兵搞定 但要先守住駝士車才行 好 駝士車的兩隻駝士打倒了 好 駝士車一直砸 這樣就可以讓這根城堡蓋好 好 直接一扛 不管了 扛住工兵的傷害 投射在後面 稍微往後拉扯 好 惹了幾村 但還是把城堡給搞定了 viper這邊點下了地龍時代 時代差距大約2分20秒或10秒左右 好 點下了二級農田跟二級蛙精 YO的三級工兵鎧打也點下了 唉唷 這個B陣 躲得漂亮 這一波viper也要小心 換回來 好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右側三個馬就 點下了 但是YO也來壓寶 這個有點危險 聰明可以補個傷害拿下嗎 有點困難 現在YO這個組成有點麻煩 有頭車 有騎士 有駱駝 有西班牙征服者 又有僧侶 又有巨型投射機 要什麼有什麼的一個狀態啊 好 現在給的壓力還是十分強大 Ryper點下來銀冠 薩地利 好 Ryper這邊在等薩地利 研發完之後 就要來大爆兵了 那沒意外的話 Ryper這邊只要出駱駝 或者是閃病嘛 都是可以壓制住 YO這邊的隊伍組成的 還是要直接走駱駝呢 好 這個TC放棄 去投趕快按 右邊這裡也是 和一個增兵技術 好 這邊是決定要走閃避馬路線 最近西班牙這邊的 駱駝數量並不多 只有三隻 然後閃避馬 雖然夠多 就能打得贏 但是Ryper現在有點斷金了 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右邊這個礦 一定要趕快來挖 左邊這個黃金被幹走 有點傷了 好 正部技術研發好 好 現在巨型頭司機來到第二台 但是現在 YO有五巨頭 這根堡 難放棄了 哇 巨型頭司機一台都出不來 只能用這根城堡來採啊 好 右側 YO也補下了一根城堡 想要守住一下 這裡的野礦 這裡還有兩塊野礦可以採 好 但壓力回到了Ryper的身上 Ryper這裡要怎麼擋住呢 好 先轉了一個 金銳三級 跟三級的馬鎧 哇 這邊抓了大量村民 YO蓋寶 直接被Ryper抓了個正早 好 Ryper這邊進來 是Ryper進來 Ryper防守 戰謀 狂丟 OK 三級馬鎧已經研發好了 這裡村民大量收村 哇 這裡五台巨型頭司機瞬間秒掉了Ryper的城鎮中心 好 直接原地騎了一個馬 呃 魔防 原地開農 Ryper似乎認為自己正面不會打輸 好 這裡閃避馬上前抓掉的東西 會是什麼呢 直衝後方火炮 火炮直抓 戰謀兵在後面輸出 狂打 好 戰謀兵繼續往前投 閃避馬的閃避效果太好 西班牙征服者 現在一定要全力火力集中一隻閃避馬 才有可能秒掉一隻 不然是有點難秒掉的 好 閃避馬最後是成功 反殺了 這些西班牙征服者 巨頭五台也拿下 好 右邊的部分 巨頭可以考慮架起來一下 好 閃避馬緊追在後 哇唷 這邊開槍開得有點累 好 閃避馬開始補大槍並升級 好 閃避馬開始補大槍並升級 喔 這一坨村民死得有點慘 Viper這邊抓掉了閃避馬56村了 哇 這個抓的村民術有點多阿 好 閃避馬還點下了拇指環 肉馬升級也點下去了 這裡要繼續量產戰毛兵 好 這根城堡應該 再被打個一下 應該就能拿上 現在黃金的部分 野礦也在開採 黃金暫時回穩嗎 欸 但左邊這根城堡 並沒有開始攻城喔 好 好 Wipe這一波 閃避馬要上前 等槍兵直接阻擋了閃避馬的虛弱 能夠擋住Wipe的第一波衝鋒 哇 這個閃避馬直接被戳爛了 Wipe這裡的戰毛兵塑料趕快續起來才行 好 這個攻勢被擋了很久 Wipe沒有打算要繼續補巨型投射機嗎 好 現在戰毛兵非常適合 打Wipe這裡的組成 好 打YO這個組成 槍兵跟吸針都很怕戰毛兵 好 勝率稍微招想一下 成功招想到了一隻 火砲打力一發 但沒打到 左邊的城堡 但是血量被削了一些 好 但這邊巨頭還是要趕快架 右邊的城堡 成功守住 Wipe決定要再補一根城堡 繼續給Wipe更大的壓力 Wipe這邊搭洛馬已經提升完畢了 轉出了攻城戰象 好 洛馬抓掉挖礦村民 這隻六村 要被打噴出來了 趕快去追吧 洛馬 哇 這個村民應該是死光了 好 兩邊的支援量 現在Wipe領先大約快要7000支援 好 現在領先 6000 6000快7000 這輪量還是非常充沛 但是黃金已經不行了 Wipe黃金被控的有點慘的關係 現在只能轉出攻城戰象 稍微擋一下 好 這裡會拿洛馬過來打一下村民嗎 現在Wipe一直使用垃圾兵在擋 黃金一直被Y5給挖走 好 這裡打兩場民過來一直接戳 要戳掉不接攻城戰象了 好 這邊的洛馬過來想要抓火炮 但是沒有辦法 Wipe現在開始越來越劣勢 這個城堡也有可能要被反拆 好 現在WO現在變成槍兵怪了 但是黃金還不知道要投資在什麼身上 那你就是先把 黃金都投資在工程器身上 反正還是要多轉一些吸增 或是要考慮轉遊俠了 那這個時間點轉遊俠 黃金也不知道夠不夠用 畢竟前期出了太多的西班征服者 跟巨型投資機舞台都被抓掉了 所以現在地圖上的黃金總數 要挖出遊俠來當主力 其實對WO來說是相當吃力的 這裡還是先點個三弓吧 大洛馬都已經升級好了 兩邊大洛馬對撞 驅著羅倫的大洛馬會烈士喔 畢竟沒有三弓的關係 好 洛馬繼續往前 槍兵也是 大毛兵一刀面拖打下吸增 吸增數量只剩下最後一隻 全倒光了 WO開始變成槍兵洛馬怪 只出了這兩個單位 好 左側洛馬抓到WO這邊挖礦村民 VIPER一直有在抓WO的村民 但是黃金樹現在已經來到了極限 這個黃金鑰匙拿不下來 VIPER可能就要面臨斷金打到底的問題了 現在WO就有POP上的優勢了 好 雖然正面還沒有完全空下來 但是右邊的黃金現在可以偷偷開採 好 左邊攻城戰箱 成功拿下了城堡 這裡洛馬在繼續抓村民當中 特別少量的槍兵過來防守 好 結果正面大量的槍兵直接衝人進來 好 後面有火炮 趕快拿一些洛馬去追一下 WO用謹慎的黃金 斬出了一些火槍兵 火槍打洛馬 槍兵都是非常好用的單位 這波VIPER成功守住 好 但是VIPER家裡也遭受到了大洛馬的騷擾 好 左邊有更多槍兵過來 好 VIPER持續斷金 YO的黃金數量來到1200塊 YO的黃金數量來到1200塊 好 YO這邊洛馬雖然有點多 應該是想要過來直拆巨型偷襲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弱馬開始初步防線 抓到了巨頭 巨頭被打掉了 好 這波弱馬還在繼續收 下面普利跟城堡 不然這邊弱馬實在太多 現在兩邊變成垃圾交流站 但是YO還有黃金上的優勢 VIPER努力點下了槍兵 回到了5隻的數量 好 中間這裡有非常多槍兵成功卡位 YO這一波好像有點打回來了 雖然質量花輸了1萬 但VIPER好像是有點被半壓制的感覺 有來有往 YO這邊繼續出槍兵跟肉馬 黃金來到了1600塊 複存 好 左側有些肉馬 撞到了槍兵臉上 這一波肉馬趕快拉走 現在VIPER要趕快衝到YO家裡會比較好 但是凡是自己家裡被YO衝了過來 右邊布林跟城堡之後 這裡大規模田地終於有喘息的機會了 好 YO受不了了 開始要轉遊俠 好 YO這邊多謝 左邊的肉馬數量5點多 當我們開局時講到的屈主路人沒有槍兵 這個問題就顯現出來了 這個時候遇到一堆對方會對肉馬的情況下 自己除了用肉馬之外 就只能靠駱駝了 但這個時候沒有黃金用駱駝真的是很痛苦 好這一波VIPER也抓到了YO一起村民 好 槍兵過來 來 哇 這個槍兵數量很多阿 VIPER這邊的戰毛兵數量明顯不夠 肉馬直接想要再高地硬扛 哇 直接肉身扛槍兵 扛到頭破血流 好 沒有辦法VIPER這一波打完 經濟還是很極限 好 戰毛兵數量穩到了15隻 再兩隻巨頭 繼續開拆 好 再一個巨頭順利拿下 肉馬繼續進攻 好 直接賺400斤 YO點下了遊俠升級 我怎麼覺得YO這邊遊俠出來之後 VIPER可能要投降了 這個黃金差距有點大 好 YO這一波大肉馬配槍兵的攻勢 確實把VIPER打到在家裡無法出門了 兩邊的死傷室已經來到破千的人口了 464對上560 兩邊打得真是水生火熱 好 這時候YO才發現 原來我們也點三攻 這個肉馬剛其實可以打得更好 好 忘記點科技是 偶爾會發生的 但還好這次在結束之前有發現 VIPER這邊只剩下最後一個城鎮中心的關係 現在補村民喔 補的是非常慢的 好 這裡賣了一堆資源 換了一些黃金 要來直接開拆了 好 這一波落馬 繼續往前噴 尤俠已經出發 25隻尤俠 出發的位置 是在VIPER的屁股後面 這一波 VIPER 鑰子面對的是尤俠的聯軍 正面直接扛住尤俠 等槍兵來了 工程戰相順利的拆掉城堡 但是後方的尤俠已經摸到了VIPER後方的火槍兵 跟戰毛兵的後方陣線 正面的落馬已經全被戳光 V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YO這一波逆轉打得漂亮啊 果然最後這兩塊野金喔 被YO控制下來就沒救了 自己VIPER呢 把自己的金都挖完之後 能打的東西就不多了 沒有槍兵要遇到西班人後期的尤俠 真的是太痛苦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VIPER拿下資源上勝利 黃金部分大約輸了2000 但是VIPER自己也有三勝物 當然最後還是輸掉了比賽 相當可惜了 那也不得不說 YO這一波弱馬配槍兵打得很有料 後期省下來的黃金轉出尤俠也是相當關鍵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